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礼拜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中国的变化 现在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了 今天我们要特别邀请洪奇昌跟李纯 在共同富裕架构当中的新的中国的未来 来深入剖析 我们先看一下在天安门广场 在出现一只非常大的黑天鹅 那么大家都在住主观望 那这一只黑天鹅其实在这个时候降临了天安门广场 45年前的今天同样在天安门 大家共同在追到毛泽东的去世 所以9月9号是毛泽东 在1976年去世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这张旧报纸 代表非常多的内涵 在那个时代 台湾跟中国是处在一个强烈对比的状况下 我们通常称呼大陆叫做毁 这个时候中国时报用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标题 比较大肩巨顿恶贯满盈 所以来形容毛泽东的去世 我想时空背景 经过将近半个世纪 现在的情势 如果大家用这张报纸 来看台湾的现在的政治人物的表态 大家会觉得非常感慨万千 我们另外也可以看到 中国的未来跟美国现在在这一次 构同富裕的架构当中 资本市场呈现一个互相分道扬镳的走势 跟中国互联网基金有关的相关的走势 大幅度的下滑 纳斯达克不断的往上涨 这个美中经济偷钩之后 未来对世界的影响 我相信这是半世纪来 大家一定要非常注意的一个新的焦点 换句话说你可以看到 在新的一轮的国力竞赛当中 慢慢的你看到美国的前五大 前六大 前七大市值的公司 他们不断的在上升 但是腾讯阿里巴巴市值不断的在下滑 这个重量级的企业开始在洗牌 上次我们也提过 中国的企业家马云 马化腾 他们现在受到很多的限制 但是美国的企业家 现在带领大家在太空探险的路上 再奔驰 这个未来的方向也不太一样 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 开始出现一个巨大的调整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月的PPI跟CPI 生产者物价9.5% CPI 0.8% 代表中国的通胀的压力沉重 而一般终端消费无法转嫁 这个情况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 如果恒大集团将来有更大的三长两短 我相信对中国的经济带来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这个时候经过多年以后 大规模的借贷所创造的呆账的效益 我相信这个带中国影响会非常顺眼 回来我们看台湾 台湾在八月份的出口395.5% 成长26.9% 一到八月2844.2% 成长30.9% 这是历史上最好的出口成绩单 如果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我们在2020年 武汉宣布封城的时候 250亿 到二月的时候剩下263 现在一直往前走到395.5% 如果我们能够单月突破400亿美元 我相信这是一个大家难以想象的一个数字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最近注意到外资开始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了 在8月26号以前外资都在卖超台股 但是在8月第四周 外资开始加码台湾33亿美元 加码南韩18.6% 这个时候外资慢慢在转向 就是说在从去年到今年 因为中国开始开放外资进驻 那摩根斯坦尼不断地加码 调高中国的全值比重 这个时候当中国开始共同富裕之后 我们也可以看到 美国的华尔街现在几乎下呆了 他们正在恢复各种管道要跟中国展开对话 美国三大基金开始相继减持中国的股票 这个时候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得到 台湾其实在这个回合当中 我们整个产业毛利率大幅的提升 这个对台湾来讲长言是有利的 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 在全世界的资金开始转向了 日本的股市在最近挑战3万点 这个也告诉大家当中国开始出现一个 压抑的状态的时候 比较聪明的钱 他开始在全世界寻找新标的 印度跟日本成为这一次外资最受青睐的市场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开始有巨大变化 等一下回来我们请了洪奇他跟李纯 要从新中国30年的演变 到这一次共同富裕的架构 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我们要深入剖析稍微来 在这个回合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捐款是腾讯捐1,000亿 他等于赚900捐1,000 然后美团现在捐20亿 给他私人的基金公司 然后抖音的张艺民自己退 然后他捐了7,000万美元左右 拼兜兜最可怕 拼兜兜等于是分三次捐 他第一次捐18.5亿美元 第二次捐3.7亿美元 他承诺明年全部获利全部认捐 那阿里现在也捐了到2025年捐1,000亿 这个就会 你可以看到像阿里这样一捐 有他对财报将来怎么认裂 他一定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六个 他严重挑战全世界的公司治理的精神 你说现在全世界大家都要推ESG 那个G现在可以拿掉了 为什么 像一定有人去批评 Marcus Stanley 就是说 大摩每一年都在调高中国的权重 像最近贝莱德到中国发行 共同基金的时候 索罗斯就跳出来了 那这个后面会引化非常大的争议 这次习近平谈到共同富裕 里面特别提出这个三次分配论 那第一次分配呢 指的是由这个市场来分配 也就是说这个财富 努力者多得 然后这个不努力者少得 由这个市场机制来决定财富的分配 这叫一次分配 第二次分配呢 当然就是通过特别是租税的手段 由政府介入的这个方式 来调节这个社会之间的 这个不同层级的所得分配 第三次分配比较有趣 这个是市场经济比较罕见的 它叫做透过这个捐款 或是说其他的慈善的方式 来进行这个所得的分配 这个就是第三次分配 第三次分配谈的是用这种 不是政府的 也不是这个市场的努力的手段 而是用这企业捐献的方式来捐 不过刚才社长提到 那这些企业赚的钱都捐出来 这个其实就是台湾所谓的非益力事业 好这个时候我想像最近台湾的张军令的事件 他11年前写一个论文说我国 这下严重了 我说我们突然之间瞬间都变台独 国立政治大学毕业 我前面也有国立 那你如果你的文凭 上面有国立 那你就是台独了 这个时候全台湾大概 我看有几百万人 所以这个艺人在中国求生以前就说 我只要不要碰到政治就没问题了 现在你不小心 你以前讲过的话 或是像小一只这样 他奥运会帮台湾的选手加油 这下你也变台独的艺人 我想他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意识形态 跟舆论的管控 那现在已经不像是1980 George Ornion所写的那个时代 对 事实上现在所有的这种 这种人的 你从脸型 从你的动作 声音都可以辨认出来你是谁 所以你已经完全是一个 暴露在国家机器之下 每一个人几乎完全这样在中国大陆 那现在针对艺人来讲 台湾过去的艺人 事实上有一些接近借铃 快要离开台湾 就是借铃退休的 他就到中国大陆去发展 而且发展的也还算很好 因为中国的市场 跟他当时的消费形态 可是现在这个情形也没有了 接下来我们比较年轻的一代的艺人 到中国大陆去 那在过去还不像现在这样 需要政治的表态 现在几乎每一个艺人 欧阳娜娜就要很强烈表态了 他必须要明确的表态 他要表态他是认同一国两制 所以这些认同中国大陆的 他大概在台湾也就没有市场了 那现在变成说大家必须要明确的去选边 选边站的 选边 就等于艺人也要明确的去选边 不只有说政治人物在选边 艺人也在选边 那另外我觉得中国大陆 他现在在文化上面 还在意识形态上面 我今天特别拿了一本 拿了这个资料 这个是中国大陆三年级 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开学的时候 他们发的学校的课本 学校总共发八本课本 当中有一本就是这一本 这一本是什么 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 所以他已经把他的这样的意识形态 跟他的思想不仅仅列入宪法 也列入在小学三年级的 主要的课程的里面 有关于是许多的 学校总共发展 内容的经历 本来的课程的 用不课程的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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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